俗话说中秋节月圆人团圆 不过社会当中有不少独居的长者需要外界的关心 嘉义县高饼商业同业工会就捐赠了2400颗月饼给华山基金会 要分送给独居长者 让他们也能够吃个月饼过中秋 嘉义县华山基金会 今年要赠送1200份的中秋关怀礼给县内的独居老人 嘉义县高饼商业同业工会 10号捐赠2400颗的月饼给基金会 基金会特别安排新娘车 再送独居老奶奶到华山一竹天使站 再由嘉义县高饼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俊宏 打扮成月下老人捐赠红线给老奶奶 并将红线绑在一起 象征华山基金会永远是独居老人最佳的伴侣 最后再分送月饼给老奶奶品尝 完成月饼捐赠仪式 现场喜气洋洋 那今天就是非常高兴 举办的一个活动 那就是今天在嘉义县高饼工会 他们也捐出了2000次来客的月饼 要让我们在中秋节前夕送到阿公阿嬷家里面 基金会也要求我们的来宾送了每个人一个苹果 然后就是代表就是让祝福阿嬷可以平平安安 然后就是可以过完这个就是中秋假节 联合报黄黄泉嘉义报道